最近这段时间的铃牌当中,发现,外星人多次,以我身体上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字点,然后运动。 然后运动,这种就是说,以前就没遇到过,但这段时间的平板出现,我的问题就是说,为什么把我作为一个字点,外星人想,他们想努力地把我作为一个地球上的焦点, 因为有好多消息要传出去,希望我这边成为一个焦点,希望我这边能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我明白了,我明白这个意思了。 我明白这个意思了。 我明白这个意思了。 但是,我这边要说一个很现实的情况。 因为地球在因为焦点,这些都焦点。 所以,你们在不断地做这样的运动的话,在我这边做运动的话,他们也不会关注到这里。 关注的一个没有眼睛能看得见的一个东西,能够指引。 所以,这个方法在地球上来看是很徒劳的一个事。 很徒劳的一个事。 所以,应该要改变。 这个方法我们暂时可以放弃。 暂时可以放弃。 你们表演会表演。 表演会表演。 但是,从这个字点在我身上做一个焦点。 因为他们看不见了些,也不会想到这里。 这里我们可以断开。 这个可以断开。 但是,你们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可以放低一点位置。 位置放更低一点。 这样可以吸引,让人家产生更大的震撼。 虽然越高,可能人家布局的范围更广。 但是,太远了,人家也看不见。 所以,你可以试探,降低高度。 然后,再继续表演。 同时,我来想想,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。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。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,来指引到我这里做一个焦点。 这个就是方法,因为地球上的人, 要带着人家的思维,不太容易。 所以,我来想想这个。 把前面作为,用这样的方法,把我身上作为一个, 作为一个字典,在地球上起不了多少作用。 人家用看不见做的问题。 是,是这么一个状况。 好,知道了。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。 。 。